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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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講到最後就是 有你AXIO 的Medium 如果你在 KX KZ 的平面上面去畫 它的這個 Normal Surface 或你說 K-Space 的這個 Surface 看到像個眼睛一樣 裡面有一個圓 跟一個橢圓 我現在是畫在二維的平面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 Normal Surface 它重合的地方 從圓點去畫 跟它的焦點去畫連線 它會決定你的光軸方向 這光軸到底是沿著正Z或負ZZ 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方向就是我的光軸的方向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是兩個的曲面組合而成 如果你的光 這邊稍微寫一下 如果光沿著 X 方向走 如果是沿著Z 方向走 這上次其實最後有講 所以我這邊稍微再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光是沿著這個 X 方向 這個前進的話 就沿著 KX 方向去前進的話 你基本上會看到 好 你的這個 Normal Mode 會看到兩個 這個折射率 一個是 NE 跟 NO 這是 K0 如果你的光是沿著這 X 方向走 它會找到這兩個焦點 然後這兩個焦點 你就決定說 你這兩個的這個 Eigen Mode 它分別看到折射率 一個就是 NO 一個是 NE O 就是 Ordinary Refractive Index E 就是 Extraordinary Refractive Index 然後這跟你的那個晶體的 那個晶體有關係 晶體的方向有關 好 如果你的光是沿著 Z 方向走 那這兩個的這個 Igon Mode 會重合 所以你的光呢 看到這兩個 E-Ray 跟 O-Ray 其實就看到折射率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只有看到一個折射率 把它寫大一點 好 這只有看到光 沿著 Z 方向走 就是沿著我的光軸的方向走 它會看到只有一個折射率 因為這兩個 好 兩個這個 Surface 它們的你看到就是 它只有一個焦點喔 所以說你看到的那個折射率 就只有一個折射率 所以你光沿著光軸走 的方向走的時候 會彷彿好像在 Isotropic的 Media 前進 看到折射率只有一個 好 可以喔 如果光沿著 跟 Z 方向夾 我們把 Theta 角走 好 如果光是沿著這個方向走 則你會看到的是什麼 裡面這一圈 它看到的還是 K0 N0 因為它是一個圓 然後這外面呢 則你會看到 K0 乘上 N effective Theta 所以說你會看到的是 N O 跟 N effective Theta 所以這邊的話是 最後的地方還要再補充一下 沿著上次的筆記 稍微再寫一下 就再補充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 你的光沿著不同的方向前進 其實你可以找到它的 Normal Mode 或者是兩個它的 Igon Mode 在裡面 然後可以決定說 你的 E Wave 跟 O Wave 它看到的折射率 會是怎麼樣 那你說這邊是 N effective Theta 這個要怎麼求 那你知道這橢圓的方程 是它長短軸 跟 Theta 角 就可以求它 我們等一下這個我會再說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先定義 光軸 就基本上你的這個 Normal Surface 或你這個 K Space 畫成的這個 這個面 那這兩個球面 就兩個球面 或者是妥球面 之類的 它會有 焦點 然後那個焦點跟你的圓點 去畫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可以定義 就是這個晶體的光軸 是晶體的光軸 就是這個介質的光軸 那通常你會在書上 它有人會用 Z 的 Axis 或者 C 的 Axis 因為有的 蠻多的書 會另外定義晶體的坐標軸 就是 ABC 好 但有些 書上它就會 還是繼續沿用 XYZ 但是你一旦遇到光軸 通常它會定義是 C軸的方向 或者 Z 軸的方向 所以這邊稍微列一下 這樣子 OK 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如果當你的光 是沿著光軸去做傳播 它沿著光軸去前進 去傳播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裡面的 Medium 它這兩個的 的 Eigen 你說它的 Eigen Waves 它們會看到相同的 Wave Number 也就是說它看到那個折射率 會是一樣的 就不管你是哪兩個 Eigen Mode 它看到折射率會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你這個光在這個 Medium 裡面的傳播 彷彿在 Exotropic Medium 裡面 所以說當你的光 沿著光軸傳播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介面反射 或在晶體裡面傳播的行為 都是如同在 Exotropic Medium 裡面 那 Exotropic Medium 裡面 就像是水 像空氣 玻璃這種東西 都是 Exotropic Medium 它折射率就是單一的 並不會因為你的入射光的 那個 Polarization 或者是方向 而改變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去 就是去看一下這第二點好不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對於單光軸晶體 有你 Axial 的 Medium 那顧名思義它就是 單一的光軸 一個光軸 如果是擺 Axial 的 Medium 它就是兩個光軸 所以這邊是有些 就定義跟觀念 我們就是跟光軸相關 都寫在這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晶體裡面 它定義的那個光軸 那個軸向 它告訴你光如果沿著這個 光軸去傳播 就如同在 Exotropic Medium 裡面傳播一樣 然後它的折射率 會是一個單一的字 就是你常常會在書上看到 就是講這種 晶體光學裡面 它會去定義 尤其是單光軸晶體 它一定會定義一個是 E-Wave 跟 O-Wave E-Wave 是 Extraordinary Wave O-Wave 就是 Ordinary Wave 然後通常 你大概有 Common Sense 知道說 如果是 看到這樣子的 K-Service 那你就知道 這橢圓的這個部分 它代表的是 E-Wave 的 Properties 然後你的這個圓的地方 它代表是 O-Wave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E-Wave 跟 O-Wave 它的那個 Poreation State 到底要怎麼定 所以我這邊就畫個簡單的小圖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的光 是沿著某個方向去傳播 就是 K 就你的 Wave Vector 它沿著某個方向傳播 那跟你的這個 傳播的這個方向 如果你的入色面 是沿著這個面 就是 你的光軸的方向 如果是 我就隨便畫一個方向 所以跟這個 K 跟你的 這個 K 跟你的晶體的 那個光軸的方向 它可以定一個面 如果說你的這個 光的 Polarization State 就是你的偏激化的狀態 跟你的這個面 垂直跟平行 你一定可以找出 這樣子兩個的 Polarization State 或者是你以前說的 T 跟 TM 是 Polarization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決定 那到底哪個電場的 哪個電場的振動方向 是屬於我的 E Wave 哪個電場的振動方向 是我的 O Wave 你說為什麼要決定這個 因為這哪個電場的振動方向 會決定 到底 你要用這個橢圓看 還是用這個圓看 就是 當你的光在裡面傳播的時候 到底是 你的光在裡面傳播的時候 如果你的 Polarization State 是這個 如果在這邊看起來是 T 就是 T 的方向 就是 T 的方向 這 T 的方向 它裡面的性質 它相對於你的 Normal Surface 到底是這個圓 還是橢圓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一定要先學會判斷 就是 E Wave 跟 O Wave 然後這邊只是一個 Definition 的問題 就稍微把它記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再來定義一下 好 這邊就有兩個定義 這個 Direction 是指 Polarization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到底哪個 Polarization State 哪個是 E Wave 哪個是 O Wave 因為這 change 到 我到底 到底哪個是看這個圓 哪個是看這個橢圓 所以要 要稍微判斷一下它的方向 那我們看它的 Definition 它 Definition 告訴你 就是你的 O Wave 基本上它的 Polarization 振動的方向 會跟 K cross C 會跟 K cross C 這個 Unit Factor 是平行的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你的 O Wave 基本上 跟 K 跟 C 座落的這個面 是垂直的 跟 K 跟 C 座落起來的這個 也就是說 它跟 K 跟 C 座落在這個面 上面是垂直的 所以從這邊來看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 O 這個是 O Wave 那你的 E Wave 的定義 就告訴你 它應該是跟你的 O Wave 跟 K 它 Cross 要平行 所以就是跟你的 O 跟 K 它的這個面要 做成的面要垂直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另外一個是 E Wave 那當然有人就會直接很簡單的 就寫說 所以你的 O Wave 好像看起來就是跟你的光軸是垂直 然後 E Wave 跟你的 O Wave 是垂直 你也可以這樣記啦 但是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其實是跟 K 跟 C 構成的面 因為這三圍的空間裡面 有的時候你搞不太清楚 O Wave 跟 C 要垂直 它怎樣垂直 所以說稍微 如果嚴格看一下定義 就是說 你去先找出你的 你的這個 Wave Propagate 的 Wave Vector 然後找出你的光軸 就晶體的光軸 然後去找出那個面 然後這個面 如果你的 O Wave Polarization 振動的方向 應該跟你這個面是垂直的 然後你的 E Wave 要跟你的 O Wave 垂直 所以這樣就很容易判斷說 如果當你有一個光 在晶體裡面傳播 那我知道說 任何偏極化的狀態 必可以分解成 這兩個的 Polarization State Linear Polarized 光的線性組合 那這兩個的線性組合 這兩個就是我所謂的 Eigen Polarization 那這兩個 Eigen Polarization 哪一個是 O Wave 哪一個是 E Wave 那如果 然後這個的話 在這邊的狀況之下 這個 T 就是我的 O Wave 就電腸增動方向 跟這個面垂直是我的 O Wave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的 E Wave 那如果是 E Wave 的話 它在晶體裡面傳播 你就是要用這個橢圓來看它 那如果是 O Wave 的話 你要用的就是這個小圓來看它 可以嗎 然後也就是說 當我的光 在晶體裡面傳播 如果是 O Wave 的話 在這晶體裡面傳播 怎樣傳播看到的 這個介質的折射率 都是 NO 因為這個圓告訴你 不管什麼方向傳播 看到的都是 NO 可是如果是 E Wave 的話 它的傳播 就跟你的這個方向有關了 如果是沿著 X 方向傳播看到的是 NE 沿著 Z 方向傳播看到的是 NO 沿著某個方向看到的是 NE 這樣有聽懂嗎 有聽懂 所以說在這邊 這就是定義問題 先決定哪個是 O 哪個是 E 然後決定了之後 才知道你這個到底要看哪一個 然後你這樣可以幫助你決定說 在你光在傳播的時候 這 E Wave 看到折射率是多少 然後你才可以去處理一些介面的問題 或光在裡面傳播的問題 這邊是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可能會平常 在做題目的時候 或分析你的 分析你的那個系統的時候 晶體的系統裡面 常常會遇到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小 Trick 然後這邊也是自己問自己一個小問題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技巧 好 這邊就把基本功把它練好 好就是 我先我就直接把我的 E Wave 拿出來講 因為 O Wave 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不管 任何方向傳播看到折射率都是 NO 所以我 O Wave 就不講 我們現在來講 E Wave 因為 E Wave 看到其實是一個 如果 For Uni ASL Media 看到的是一個 橢圓的這個一個狀況 好 現在就問你 好 For E Wave 如果我知道它的 Normal Service 就是一個這樣橢圓 好 好 那請問我怎麼樣找出 Uneffective 因為我的光如果 跟我的這個 立方向有個夾角 Theta 的時候 它看到折射率到底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稍微有一個小技巧叫你找 然後就不要忘記 對你這個橢圓怎麼畫 這邊就怎麼寫 你看這個橢圓 你把它畫起來了 你這邊就可以寫出 這相對於這個 E Wave 的 它的 K Surface 它的這個方程式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好 就是 Ky 除上 Ne 平方會等於 K Z 除上 N 0 平方 我 K 0 把它寫下來 你當然也可以寫在這邊 都可以 這樣子可以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的 K 現在 它的傳播 它有 Y 方向上的分量 有 Z 方向上的分量 所以就可以直接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現在已經知道 我的這個 E Wave 它相對應的 這個 Normal Surface 它其實現在目前看起來是一個 橢圓的狀況 那這橢圓你怎麼畫 你這邊就怎麼寫 你看這邊是 Ky 跟 K Z 的 這個軸 然後它的長軸是 K 0 N 1 短軸是 K 0 N 0 所以就可以直接把它寫下來 就這個橢圓方程式 就把它寫起來 那不要忘記就是 現在我們的 K 是 跟 Z 方向是夾一個夾角 Theta 所以你的 K 它基本上 有 Y 方向上的分量 有 Z 方向上的分量 就把它寫下來 因為這 K 是座落在你的 Y Z 的平面上面 然後跟你的 Z 軸夾角一個 Theta 所以 D 句話沒有 你怎麼畫 你怎麼寫 所以 K 具有 K Y 方向上的分量 Z 方向上有一個分量 那這個 K Y 跟 K Z 我可以怎麼表示呢 反正我知道 這個 K 它在 如果是真空中 它其實是 K 在真空中 它的大小其實二排除上浪達 由你的入射光補償決定 然後它今天 跟你的 Z 方向夾角一個 Theta 所以我知道說 它在這個戒指裡面 它看到的折射率 應該是 K 0 N effective 它折射率它看到的是一個 effective的 一個有效的折射率的值 這值是多少我不知道 我要求出來 然後呢 它因為跟 Z 方向夾角是 Theta 所以我知道 Y 方向上的分量 應該是 sin Theta 另外一個就是 cos Theta 這應該沒有問題喔 所以你的光 在這戒指裡面傳播 它看到折射率是 一個有效折射率 是 uneffective 的值 所以你的 K 0 乘上它的折射率 再乘上它的這個 告訴你的相對應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把 Y 方向上的分量 Z 方向上的分量都寫出來 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寫 所以這中間 你的 Wave Vector 裡面的 Y 分量 跟 Z 分量 都可以分別的寫出來 寫出來了之後 不要忘記了 你這個 K 它是 E Wave 所以它在裡面要傳播 一定要滿足 你的 K Surface 它定義的 Dispersion Relation 所以你要把它帶進去 你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因為這個 Dispersion Relation 是從波動方程式來的 它在裡面可以傳播 要存在解 它一定要滿足 它的 Dispersion Relation 所以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呢 帶回去你的橢圓方程式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面有哪些值 Ceta N1 NO 還有 Uneffective 所以說如果我已經知道 我的晶體裡面 它告訴我的 N1跟 NO 然後你的角度 如果你入射角度 你也知道了 你就可以求 Uneffective 有清楚嗎 那如果說你的 Ceta 位置 想辦法用 Snail Slow 想辦法用介面的一些 電磁學的 Boundary Condition 把 Ceta 先求出來 再求 Uneffective 所以這邊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原則 那就是有的時候你可能 這樣講你會覺得很 Trivial 可是有的時候在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忘記 會卡到說 我這我求不出來 Effective 我不會 然後一直在背公式 然後常常會背錯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其實公式 其實不太用背 但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的這個意義 這樣可以嗎 好 這邊是原則 就是說如果你要處理 E-Wave 有的時候你需要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 你 Uneffective 需要先求出來 好 所以這邊是我們的這個基本功 好不好 就像我們之前一直訓練 你的這個 K 的基本功一樣 所以在這邊應該是還蠻 就是還蠻直覺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 By SEO 的 Medium By SEO 比較 第三個 Case 好 先舉個例子 就是 舉最後一個例子 就是 By SEO 的 Medium 那我假設我的 NZ 大於 NY 又大於我的 NX 好 這個 NX NYNZ 就是你在晶體上 晶體的軸向 沿著 Principal Axis 上面 相對應的 Reflective Index 這之前講過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 Coursection 就是立體圖不太好畫 所以我們就好看 Coursection 如果我看的是 X 等於 0 的那個面 那個面就是我的 沿著 KY 跟 KX KY 跟 KZ 的那個面 好 那我這邊就舉個例子 就是你的 By SEO Medium 好 在不同的 看不同的Coursection 其實你看到的那個狀況不太一樣 比較複雜一點 好 如果是以 KX 等於你的這個 Case 你會發現 它這裡面 它會形成一個小圓 跟一個大的橢圓 小圓跟大橢圓 這小圓的半徑是 K0NX 然後大橢圓的話 長軸短軸跟 K0NZ 跟 K0 NY 有關 所以你可以就是把它寫下來 它是其實會變成有兩個 就是有兩個 它是有兩個 Normal Service 去組成的 一個是圓跟橢圓 那可以把它寫下來 可以嗎 那你會看到 在這邊好像沒有看到任何的光軸 它沒有任何的焦點 所以沒有任何的光軸 那如果是 KY 等於 0 就是我看的是 KS 跟 KZ 的平面 它基本上是一個圓 跟一個橢圓的組合成 畫得不好 你可以在那個紙上面用詞 可以畫得好一點 它基本上 你會看到這個是圓 跟一個橢圓 然後有四個焦點 那你把四個焦點 跟你的這個圓點去畫線 可以決定兩個方向 這兩個方向叫做光軸的方向 所以這邊是有雙光軸 就兩個光軸在這邊 然後這個大的這個圓呢 它的這個半徑是跟你的 K0 NY 有關 然後如果那個小的那個橢圓 長軸短軸 分別是 K0 NZ 跟 K0 NX 有關 所以可以去畫出來 所以你這擺 Axial Medium 其實它比較複雜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要處理擺 Axial Medium 你的那個方向 方位要弄對 不然有可能你 你帶的那個 Eiger Mode 帶的那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帶的是不對的 所以這邊的話 是稍微你要注意一點點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以這個 case 來講 它就會有兩個 就是會有雙光軸的狀況發生 那如果說你的 KZ 可以再畫一個 我把它畫在這裡好了 如果說另外一個是 KZ 等於0 如果是 KZ 等於0 就是我畫在 KX 跟 KY 這個的面上面 你會發現你的這擺 Axial Medium 還有換 它會變成 是一個大圓包一個小橢圓 然後大圓的半徑是 K0 NZ 然後小橢圓是 K0 NY 跟 K0 NX 就可以把它畫 就是稍微寫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在擺 Axial Medium 它真的蠻複雜的 你不同的面去看它的時候 它那個 Dispersion Relation 是還蠻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在處理這擺 Axial 問題 它其實相對於 Uni Axial 或者是 ASTRA Pure Media 它會複雜蠻多的 這樣可以嗎 那你會說老師幹嘛我都要面 因為在常常你在 傳播的時候 你常常就是 只需要某個面就可以了 大部分在處理這個介面的問題喔 這樣這邊這樣OK嗎 然後這邊再稍微說一下 然後這邊還是再補充一下好了 如果說你的光 是沿著這個軸 折這個軸的話 它的光線的方向 是這個方向 可是這個就不是了 然後切線 按錘子的方向 所以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一個光 它是跟你的也許 KY 假的一個角度 那你會發現說 這圓的方向 它的光線跟你的波前進的方向 它會平行 可是這個橢圓的就不是了 它的光線走的方向 或能量流的方向 它會錯開 那你總體的來看 如果總體的來看 你最後你那個 Power Meter 兩道是光線 因為它兩次到的能量 就會發現 怎麼裡面變成兩道光 一道光進去怎麼變兩道光 有個紅色的光 有個藍色的光 顏色當然是一樣啦 這是說方向不一樣 就是方向不一樣 它會有兩道光 就會跑出來了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來講說 這個要怎麼樣算 怎麼處理 然後這邊的話再補充一個點 然後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在晶體裡面 在晶體裡面的光的 你的波的傳播 光的傳播 或你說 Wave Vector 它是某個方向 就是你的光在晶體裡面 傳播的時候 你畢竟可以找到兩個的 Igon Vector 然後這兩個Igon Vector 會對應兩個 Igon Value 可以嗎? 然後在晶體裡面的 你的Igon Vector 找的是 Displacement Vector 不是你的所謂的電場 因為在晶體裡面的話 你的D1跟D2 有時候你可以當然說 這是O Wave 這是E Wave 可以喔 我們就是同意來說 它可能兩個 Igon Vector 然後就D1跟D2 基本上你的D1跟D2 可以證明 我們這邊沒有證 就你的D1跟D2 它是垂直的 在晶體裡面 有些D1跟D2 有些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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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證明 這邊就沒有特別證 然後這邊 補充說 米就是你的D 或是說D1跟D2 所以這邊用的話 就特別再稍微強調一下 說在晶體裡面的話 通常我找的 Eigen Vector 它找的是 Displacement Vector 因為這個Vector 這兩個的 Eigen Vector 它會兩兩互相垂直 好 那你的 這個相對於 會有一個電場的E 有沒有 E跟它不一定會是 平行的 因為你現在已經在晶體裡面了 然後呢 這兩個的 Eigen Vector 它每個會對應一個 Eigen Values 它就是對應它 是它的折色率 所以我們剛剛就有講說 你需要用 Dispersion Relation 去找出你兩個 相對於的 Eigen Vector 它看到的這個 折色率的大小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稍微 稍微就是在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找的 用Dispersion Relation 找的折色率的意思是什麼 這邊就稍微寫了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在工程數學裡面 你可能會常常看到 這個名詞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就是在數學上面 當然你說我會求 好像看到什麼 可以對角化一個矩陣 什麼之類的 反正 稍微知道很多的題目 通通就是好像都在求 你的 Eigen Vector 或 Eigen Value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說 你基本上是在你的 的系統裡面 你常常都是在 找 Eigen Value 或 Eigen Vector 那我們現在來簡單的來講一下 就是線性代數 這沒有什麼太難 我們舉幾個例子 讓我花點時間講這個 雖然跟我們好像 不是很相關 這是舉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就是我有個向量 A 我這個向量 A 它告訴我什麼 它有 X 方向上的分量 Y 方向上的分量 Z 方向上的分量 然後呢 所謂的我的 X Y Z 就是我的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在這邊 基本上就是我的 類似這種 I 跟 Vector 的這個概念 或你的基底 Basis 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任意的 Vector 總是可以分解成 X、Y、Z 的線性組合 可以嗎 所以你有的時候在找一些東西 像在這個坐標系統裡面 你要描述一個向量 我一定會找出 它到底在 X 方向上有多少值 Y 方向有多少值 Z 方向上有多少值 我就可以去表示這個向量 所以說在這樣的系統裡面 你就可以看著 任意的向量 總是可以分解成 X、Y、Z 的線性組合 這樣可以嗎 不過這個還不整是 eigenvector 的概念 這個其實就是線性代數而已 那我再舉個例子 如果說你的系統 這可能電污系的人比較喜歡 這個例子 好 如果說我這邊有兩個 兩個 具有某個質量的小球球 然後被 confide 在 兩個 牆壁中間 然後上面分別用 我的彈簧 去 confide 它 好 那我現在要描述 這個兩個球球間的 在這個牆壁中間 然後藉由這個 三個彈簧做震動的運動的狀況 你要怎麼描述它 感覺好複雜 這 這能分析嗎 好 那如果是電污系的同學 你有學過那個偶合運動的話 你大概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你大概可以找到 它運動有很多種形式 但不管任何的運動 一定可以分解著 某幾個 eigenvector 的線性組合 或 那個 那個 eigenmode 的線性組合 那這兩個 eigenmode 分別是 同向震動 跟反向震動 所以這它有兩個 eigenmode 然後這兩個 eigenmode 然後這對於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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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o 好 就是說 我這畫 就是畫這兩個小球球 中那個平衡點的位置 這兩個小球球 不管任何的運動 一定可以分解成 這兩個 eigenmode 的線性組合 這兩個 eigenmode 分別是 同向震動 或反向震動 然後呢 這兩個的震動 相對於的頻率是 omega 1 共振頻率 相對應的共振頻率是 omega 2 所以它的 eigenmode 只是這個 然後呢 它的 eigenvalue 分別對應的是 omega 1 omega 2 那你說老師 我找這個幹嘛 因為它的任意的運動 不管你怎樣的運動 一定可以分解成 這兩個的線性組合 這樣有清楚嗎 好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覺得這 eigen的概念 讓你覺得很毛 然後覺得很難過 可是你常常都在處理 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這衍生回來的話 如果在化學裡面 如果是 如果是化學裡面 化學裡面 那你可能會有分子 好 那這分子中間有小電解 在這邊 那一樣這個分子 它會震動 你的光 有個入色光在這邊 好 你的光 可能在某個 有IR的 range 它會造成你的這個 電解去做 vibration 就像這個小彈簧一樣 那請問這個分子 它對於不同的光 它會做怎樣的震動 它會怎樣的運動 它可能會 vibration 可能會 rotation 可能會是做不同的運動 那根據你的光 波長 因為這個電解 它可能會有共振 它會共振吸收 它吸收某個光的波長 這個就開始震了 那它會怎樣的運動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它可能會有 一樣 如果把它等效成 它可能會 同向運動 或反向運動 anyway 我這邊特別指的是 vibration 那一樣 也可能會有共振頻率 那你就可以去解釋它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它的運動 都是屬於 vibration 的運動 那各種不同的 vibration 運動 不管它怎樣運動 總是可以分解成 它的 eigen mode 那種旋律的先行組合 然後對應的 共振吸收的頻率 或波長是什麼 所以說 你在生活上面 其實你常會看到這些狀況 甚至是說 好的 什麼量子 量子 未能景 什麼之類的 我畫好一點 我隨便畫好 不要太在乎 好 你在有一些就是 不然你是化學 或者是物理裡面 可能會常看到 有一些位能景 或者是有一個 quantum state 大家好多好多 state 為什麼都要找各種不同的 state 一樣 你在找它的 eigen mode 跟你的 eigen value 然後各種不同的 state 必可以分解成這些 state 線性組合 只是各以不同的比例去架在一起 所以你要現在要稍微知道一下 你為什麼 一直都在討論的都是這些東西 你從工程數學就在學這個 線性代數也在學 什麼基底啊 然後去線性 線性疊加的這些概念 它到底是什麼 可是你在物理的系統 或化學的系統 光學的系統 你常常其實都在解決很類似很類似的問題 所以常常對一個系統來說 你一定要先把它的 eigen mode 先找出來 好 甚至你的 fiber 裡面 它都有 mode 在裡面 這邊再舉個例子 這邊不超沒關係 就是你 你只要稍微有概念就好 第五個就是 fiber 的 Wave guiding也可以喔 都好 好這個裡面的光 它在裡面傳播 它這裡面會有 mode 這裡面傳播 所以光的狀態 你總是可以分點什麼 LP01 你應該會常常看到這些 什麼 PEE LPXX 什麼之類的 的 mode 它一定會叫你先找它的 mode 出來 這個模態 然後找這個模態 每個相對應的模態 會有一個相對應的 eigen value 那你說找這個幹嘛 因為在這裡面 不管什麼樣的傳播的光 必可以分解成那些 mode 的線性組合 好 所以說這些問題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都要找這些事情 好 在介面傳播 我要找 T1 跟 Tm 因為各種不同的 correlation 的光 必可以分解成這兩個 線性偏偏光的線性組合 這兩個 就是 T 或 Tm 的光的線性組合 所以這些觀念其實都還蠻相似的 那 免得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那些一些 eigen mode 的概念 你不是很懂 好這邊是再補充說明一下 然後你稍微去把你之前大學所學的一些 數學或的物理或光學化學的一些概念 再把它 link 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來講那個 power flow 到底要怎麼求 好我們現在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有提到就是 光線走的方向 那個能量流的方向 會跟你的波前進的方向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這要怎麼樣 怎麼樣想然後要怎麼樣 處理它 好所以我們這邊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講到最後的 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vector 基本上它是 有那個 power flow 的概念在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 pointing vector 它的單位是 每平方公尺有多少瓦 就是那個 irradiance 的那個概念在裡面 其實如果你去看它的單位 你可能會比較有意思 就是 比較知道說 這 pointing vector 它其實是 每平方公 每單位面積有多少瓦 多少功率的那個概念在裡面 它的這個定義 我是從電子瓦裡面來的 然後在一般來說的話 你的這 pointing vector S 它不會跟你的 波前進的方向 K 是平行的 在 astrophic media 大部分你是平行的 是沒錯 可是在 astrophic media 它是不平行的 所以我就 in general 它沒有一定要平行 它可以不平行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來講 因為我們通常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其實你量到的不是 K 你通常怎麼量你的光 我就拿一個 power meter去量它的功率 所以你量到的其實是能量 你量到根本就不是 K 那你不能說我量到了這個光 所以老師這個 K 的方向 是什麼 K 是多少大小 你不是這樣子去盯你的 K 的 所以你通常你在實驗室你量到的 其實你量到的是 power 而且常常量到的是單位 面積有多少 power 因為你的 detector 上面一定有單位 有效的面積然後去做 找一個時間找個面積去做平均 然後平均它的功率是多少 這就是你在實驗室量光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這樣量的 好那所以說你大概可以知道 為什麼你在電磁學在很多的課 它一定會 point vector 它一定會講 好然後你的那個 power 的概念 你要有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power flow 如果說 貝斯在我們之前上課講的 K service normal service 這些那我的 power flow 我要怎麼樣決定 好因為波前進的方向 我可以知道 因為你有波前作是平面波 跟你的這個波前垂直的那個方向 就是我的 wave vector 就是我波前進的方向 它告訴我是波 它淹在哪個方向前進 可是我的能量 我的 power 到底是 怎麼樣的前進 它的方向是什麼 好那個是我可以量的 好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稍微寫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 normal surface 或者你的 K service 它長的是某個形狀 那 好你的波前進的方向是 K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 K 它 跟你的這個 normal surface 或 K service 它有一個焦點 你沿這個焦點去畫一個切線 我會給切面 因為這個一個面 畫一個切面 跟這個面垂直的那個方向 就是我的 point vector 的方向 可以嗎 好所以說這邊是一個原則 然後這邊就有個 就有一段英文就是描述這件事情 就告訴你說 有我的這個 K service 或 normal service 然後這 service 怎麼來的 是我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告訴我的 那這個的 這個的 service 它可以決定 可以利用這個 service 加上你的波前進的方向 去決定你的光線走的方向 有清楚嗎 所以這個 S 它就是能量流的方向 或光線走的方向 好就是 Ray Rate 走的方向 Rate 好所以說 你有的時候 你在處理問題 或者是在 你要 identify 清楚 你到底 在指的是什麼 你找的是 波前進的方向 還是你能量流 你的光線走的方向 好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這邊原則就守住 就說 那你說老師 那話很簡單 可是我如果真的要做題目 我怎麼做 這個要怎麼表示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那我真的我要求 它的方向 真的要把那個方向的單位 像那樣找出來 我要怎麼找 你怎麼畫 你就怎麼寫 那我這邊就是有幾個概念 是我們需要用的 就是說 基本上 你的能量流的這個速度 The velocity of energy flow 它基本上會跟你的 Groove velocity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邊我是用 亞瑞浮書上的結論 有興趣你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 上個時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是說 Groove velocity 這邊有些證明我沒有證 所以我就要直接用它的結論 因為我現在要想辦法找出我的 光線走的那個方向 那個單位方向 那個方向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我需要用一個結論 就是說 基本上你的Groove velocity的方向 它可以代表著你的 Energy flow的方向 好 所以也就是說你的Groove velocity 它是 的方向平行於你的 Pointing vector的方向 跟你的Normal surface是垂直的 或K-Service 是垂直的 所以這次 把它畫一個小框框 框起來 好 那我們的Groove velocity 然後Groove velocity我會求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 我要用 ARIF書上的結論 就是基本上你的Groove velocity 它會跟你的 Point vector的方向是平行的 然後跟你的Normal surface 它是垂直的 或K-Service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有畫 就是說你可以 利用這個K-Service 然後知道K的方向之後 你可以去找出 Point vector的方向 我現在講的是方向 不是大小 就是方向 因為我想要知道 光線走的是哪個方向 好 那Groove velocity 其實我會求 因為Groove velocity 很好求 好 你就是想辦法找出這個 Gradient of Omega 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 Gradient of 你的Normal surface 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 它的做法其實 還蠻 就Gradient of Omega 去做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好 所以說從這邊的話 我用這個結論 好 因此我 Direction of the Ray 我的光線走的方向 或者我的能量流的方向 它就應該是我的 Gradient of Omega 的這個 所決定的單位向量 好 那我這邊的話 就光線走的方向 我用N 因為 基本上它是 Normal to的K-Service 所以就是用N 然後這樣一個 小符號來表示它 然後有同學可能看到這邊 就說 哇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不會做 那你給我一個 Normal surface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求這個 所以我這邊寫一個 General rule 好不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講個 立體給你看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求 如果我知道我的 Normal surface 是長成是這樣 隨便寫喔 這是我的 假設我的 Normal surface 是什麼 A KX平方 B KY平方 C KZ平方 減D 不管是什麼形狀方 我這邊就全包了 那我今天我要求 所以這邊 這話我是寫個 General rule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 用個example來講 這個General rule 你比較知道 這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說 如果我可以寫出 我這邊是寫出 General的K-Service的表示法 它可能是 KX平方有A A乘上KX平方 B乘上KY平方 加C乘上KZ平方 減掉D ABCD不知道是多少 反正就是一個 General的表示式 那我今天要求這個 那我 我如果知道K的方向 K是有 KX KY KZ的分量 那我現在就需要 找出它的切面 然後找出它的這個 單位向量出來 所以我要用的是那個 Gradient of omega的方式做 然後這個基本上 這個基本上 你的 K-space 它講的就是一個 Dispersion Relation 當你 Omega 改變 的時候 這個 K-space就變 所以基本上它是 屬於一個 Omega的函數 是OK的 可以嗎 所以我就直接就是把它 往下做 所以我現在要對它做 Gradient 所以你就是把它做微分 所以是2A 然後乘上KX 2B K Y 這沒有問題 就做微分就好了 然後把這個方向把它加上去 方向加上去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就記得我這邊 因為我有寫這個 因為我有寫這個 好 然後 那這個 Gradient of omega的大小 就是把它 每個分量的平方 絕對只平方向加開更好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你就可以求出它的單位向量 好 它單位向量就 indicate indicate 就是如果我有一個K-service 就是光線走的方向 Rade的方向 所以你今天做的這個微分做的 其實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切線 然後找出 跟你的這個切面垂直的那個走的方向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example 我就找一個單光軸晶體的case來做 好 我們現在來 我就 我就找一個單光軸晶體來做 那是單光軸晶體的 這個 它的dispersion relation的表示法 這我們之前講過 owave 它基本上就是 一個sphere 就是一個球 對 case KY KZ 它是一個球 好 那e wave 的話 它對應的其實是一個 這個妥球 妥球的概念在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從owave來看 owave 我們就可以去把它球出來 所以owave 好 這邊就舉個例子給你看 就是owave 我知道owave 它的dispersion relation 就是一個sphere的形式 我把它寫下來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自己內心都已經有common sense 我知道說 這個在K 不管K是走什麼方向 找切面 然後跟它垂直 我知道 應該最後找出來的這個 光線軸的方向 forowave 應該要跟我的K平行才對 那我這邊用 這個 做做看 試試做做看 因為剛剛學了一點 這個小皮毛 我想要弄弄看 好 所以我們就來找出 它的光線軸的這個方向 我找gradient of k來 gradient of omega 來做做看 好 那我就是把這個上面這個獅子 稍微 去做個微分 然後把它的 這個 這個gradient of omega 跟它的絕對值的 把它寫下來 好 這不會太難喔 只是說就是讓你練習 然後之後如果看到題目的話 你會稍微 可以動作自己稍微 簡單算一下 好 然後可以看到這最後做起來就是 你的這個 O-Wave 的 O-Wave 的光線軸的方向 這個O-Ray軸的方向 它基本上會 就是你的K的單位向量 所以這句話也就是說 你的O-Wave 光線這個光 O-Wave 這個光線光的這個能量流的方向 或光線的方向 跟你的 波前進的方向是平行的 然後跟你剛剛 的那 common sense 其實都還蠻溫和的 所以說呢 對O-Wave 來說 我們知道說這個Media 就如同是isotropic media 因為不管任何方向 看到折射率都是NO 那在這邊我們也知道說 你的波前進的方向 跟你光線軸的方向 它是平行的 它不會是分開的 然後你也可以 真的去把它做做看 它的確是平行的 然後接著我們來做E-Wave 所以我們現在在舉另外就是 在UNIXL Crystal 我們來看這個E-Wave 的case 那E-Wave 的case 它的dispersion relation 它其實是一個橢球的形式 就是我可以把它寫下來 橢球的形式那你可以畫 如果在Ka 是 Kz 的平面上面 你可以畫成一個橢圓 那如果你的K是沿著某個方向 我也不管是什麼方向 沿著某個方向 那我知道說 它跟這個橢球會有一個焦點 然後沿著這個焦點 你可以畫個切線 畫個切線之後 找出跟這個切線垂直的方向 就是我的 E-Wave 的光線軸的方向 那這個光線軸的方向 那我也可以用我的數學的方式來做 那我就知道 我找出Gradient of the Normal Surface 就可以做了 那我就把它找出來 所以你就把這個式子 然後去做微分 對你的Kx ky kz 分別做微分 然後把單位向上補上 然後把該球的把它找一找 然後最後你可以去 這還蠻簡單的 我們就不跟著走了 就去微分找 就是做這個 Gradient of the Normal Surface 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你可以把它找出來 就是你的E-Wave 它光線軸的這個 單位向量 就光線軸的這個方向 它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表示是 裡面跟N0 跟N1 Kz ky kz 都有關係的一個關係式 可是很顯然的 你知道它絕對不會跟K平行 可以嗎 它絕對不會跟K 跟你的K的這個向量平行 因為K是 基本上你的K的向量是 就不要忘記你的K的向量是 Kx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不管怎樣 你的E-Wave 它的這個光線軸的方向 絕對不會跟你的 波前進的方向是平行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在 UNI-XL Crystal 裡面的話 基本上 你的O-Wave O-Wave這個光線軸的 這個能量流的方向 會跟你的 這個Wave Vector 它是平行 就是波前進的方向是平行的 可是E-Wave不會 E-Wave它不會是平行的 那如果我們來畫 兩個圖我把它畫在一起 O-Wave E-Wave都畫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裡面這個小圓的地方是O-Wave 這個橢圓的地方代表的是E-Wave 那你的K就是你的波前進的方向 對於這個小圓 你的 這個O-Wave 光線軸的方向會跟你的K平行 可是另外一個E-Wave會跟它錯開 所以在這晶體裡面越傳播 你會發現 兩道光 Split開來 O-Wave跟E-Wave都Split開來 就有兩道光 本來一道光進去變兩道光 越跑越遠 越差越多 然後這個O-Wave跟E-Wave 不要忘記它的Polarization State不一樣 好那剛剛有告訴你 怎麼樣定義O-Wave跟E-Wave Polarization的那個光震動 那個電腸震動的方向 你要跟光軸還有你的K去找 所以不要忘記就是說 你的O-Wave跟E-Wave 你看到的現象是 光線 兩道光線 它Split開來 順便這Split開來的兩道光的Polarization State 還互相垂直 這是你在這邊的話 你要稍微有概念的 那我們現在還是都是在晶體裡面 然後簡單的有些概念式的 我們之後會來講 如果你有介面問題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之後後面會再講 你上課如果有跟的話 你那個晶體光學應該上課就學得會喔 回去大概就是簡單複習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 基本的觀念上課都有提到 然後還有一些立體喔 可以幫助你學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就是整個要 因為我等一下我要講介面問題喔 就是從空氣 打到一個晶體 有你AXIO的晶體裡面 我要怎麼處理它喔 所以你這裡面的特性你要清楚喔 不然你等一下你會覺得 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的光 在你的有你AXIO的晶體裡面傳播 這是你比較常遇到的Case 因為擺AXIO比較複雜喔 通常有你AXIO是 你比較能夠解細節的 這個問題喔 所以我們就以 你比較常遇到的單光熟晶體來做例子 然後把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好 然後有你AXIO的晶體 我們知道說 從有你AXIO晶體 我們一路上 我們都知道說 你可以把它Dispersion Relation 把它找出來 好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可以找出來 這其實是從那個波動方程式 Mustle Equation裡面過來的 那我們知道 For UniAXIO的晶體 它的Dispersion Relation 它基本上是裡面包含了 基本上是兩套的 兩組的方程式 然後其中這方程式 如果你用K-Space來看的話 或K-Service Normal-Service來看 這是包含了一個球 跟一個妥球的方程式在裡面 那這其中呢 你可以把其中的一個球的這個部分 把它分類成Ordinary Wave 好 這Ordinary Wave 它告訴你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光 它的Polition State 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這個光 在這樣子 這樣子的Ordinary Wave 好 For這樣子的 這個K-Space裡面 它看到的性質是什麼 第一個 Ordinary Wave 它看到的是球的Normal Surface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光以O-Wave的方式 在這個晶體裡面傳播的時候 它看到的折射率是單一的值 NO 好 就是它的折射率 它看到的折射率就是單一的值 就是NO Ordinary Reflective Index 好 然後這個K-0 我這邊特別寫 就二派鼠杖浪漫 因為我怕你以為 這是O-Wave 不是 這是 就是K-0 就是真空中的這個 這個波 這個Wave Number 好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除了這Ordinary Wave 它還有Polarization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它的那個電場震動方向 在這戒指裡面 你要用Displacement 因為它已經都在戒指裡面了 所以你用Displacement 你來看那個電場 這個震動的方向 它基本上 它的Displacement 跟你電場 它其實是會是平行的 在Ordinary Wave裡面 然後呢 它的 這些電場 或Displacement的震動方向 它會跟 你的K 就Wave Vector 跟你的光軸 的那個面 構成的那個面 會是 跟它的那個面 其實是垂直的啦 或者你說它平行於K-C 那也可以 好 然後在Ordinary Wave裡面的話呢 它的 波前進的方向 跟你光線軸的方向 會平行 好 所以這邊是你Ordinary Wave 需要有的概念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也不用記 因為你就覺得 這就是Izotropic Media的概念 你平常 你的電子學在Izotropic Media 怎麼傳播 這邊的 Follow的結論 都是那樣子的結論 OK嗎 然後它在這 如果是畫這個K-Space的話 畫起來是一個小球 小球的這個形式 這樣子OK嗎 所以光你不管走哪個方向 看到折射率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的這個 只是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的 Displacement 這個 Displacement 它振動的方向 會跟K跟C的 這構成的面 它要垂直 好 所以也就是說 我有一個入射光 Pollection State 如果是這個方向 它在這個晶體裡面 它看到的就是Ord Wave的 所有的性質 好 這樣OK嗎 就是你的入射光 如果我是某個 方向的偏振光 我總是可以分解成 這個跟這個方向的光 的線性組合 那只要這個方向的振動 它所有Propagate的性質 一定要Follow我的O Wave的性質 那如果說你的電場振動方向是 就是Displacement 振動的方向 因為在電子裡面 它是沿著這個方向振動 它怎麼樣都要滿足 E Wave的性質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Extraordinary Wave 那我們知道它一定有一個 它也會有一個這個 就是也會有 要它滿足的這個 Displacement Relation 我們把它寫下來 然後畫起來其實是一個 椭球的形式 然後這邊的話 強調一點 這個圖忘了講 你的這個O Wave跟E Wave的 這兩個的方程 是它的 這個K Space 它會有重合的地方 它可以決定光軸的方向 就把這個 焦點跟你的圓點去畫 畫方向 畫線 就可以決定你的晶體的光軸的方向 然後光沿著晶體光軸的方向 走就如同在 isotropic 戒指一樣 因為兩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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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on Mode Igon Value 它會重合成一個字 所以說 光在裡面走就如同在 isotropic 戒指一樣 好 所以這邊是你需要複習的 然後我們一直都在強調 很多觀念一直在重複 有點唠叨了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 說Extraordinary Wave 它的 K Space 畫起來其實是一個 妥求的形式 好 那如果你的K是沿著某個方向去做傳播 我也不管 好 如果是 假設我是K X 等於 因為我這樣畫一個平面比較好畫 好 那我今天K是沿著 跟Z 的方向加一個角度 sit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K 它有Y 方向上的分量 Z 方向上的分量都有 然後呢 這個K 的大小 就是KY 平方加 KZ 平方 沒問題 那這K 的大小跟什麼有關 就是把真空中的 Wave Number 乘上 它應該會看到某個折射率吧 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要把它求出來 好 就是我的 E Wave 沿著這個 Sita 的角 去做傳播的時候 它應該會看到某個折射率 這個折射率是什麼 我要找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 我比較好處理我很多問題 因為到時候我用 Snail Slow 我總是要找那個折射率出來 可是折射率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要找一下 然後這個折射率 我就叫它是 Effective Reflective Index 就有效的折射率 就等效的折射率 所以這邊同樣的話可以看 因為這邊有角度 那你就知道說 它整個的這個 K 的大小 其實是 K0 Uneffective C Sita 決定 所以 KY 的分量就是 N0 Uneffective 乘上 Sin C KZ 就是 K0 Uneffective Cos C 這應該沒問題 都等效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現在把這個 直接帶到 因為不管怎麼樣 這兩個 K 它在裡面傳播 它 它現在是 E-Wave 它滿足 E-Wave 的 Dispression Relation 所以我把它帶進去 然後 KX 等於你不要忘記了 然後帶進去之後 你可以找到 一個關係是 是你的 Sita 跟你的 NE 跟 NO 的關係 這是你在一般光學書上 比較常看到的柿子 可是你稍微要知道它怎麼來 不然你到時候 你背可能會被錯 因為有的時候 你的這個角度 如果定義了 不太對 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這邊會帶錯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知道你的 Sita 就是你的那個 波前進的那個角度的話 你可以求出 它在戒指裡面 它看到的那個 有效的折射率是多少 它可以找出來 它跟你的這個 Sita 還有 NE 跟 NO 是有關係的 好 這邊通常都是基本功 到時候那大套的問題 就這些都會當作是椅子 就直接把它 一下子就把它往下寫 然後這邊不要再 不要忘記就是說 那你的 E-Wave 它有 Displacement 那個 方向的問題 所以這邊我已經畫在 左邊的白板上面 所以這邊應該還 OK 就不要忘記 你的 E-Wave 的 Displacement 跟你的 O-Wave 它要垂直 然後你的這個 Power Flow E-Wave 的地方 比較特別是 它跟你的波前進的方向 並不平行 好 然後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E-Wave 的 我這邊就是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說你的 Pointing Vector 方向 跟你光線的那個 能量流的方向是平行的 然後這邊你可以利用 我們剛剛上課講的 就是你怎麼樣找出光線的方向 利用 Gradient of Omega 的方式去求它 然後這邊我寫的是 General 的形式 就是說你基本上 它的 General 形式就是 你的 N0 平方乘上 你的那個 K 的項量 垂直自己的那個 那個分量 垂直自己的那個方向 然後這邊是平行自己的方向 然後這邊就是 或者你要寫這個也可以啦 不過這是比較 General 的方式去寫它 就是一個表示法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 好 這樣是 OK 齁 就這邊稍微做了提醒 接著我們來討論介面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我寫一個 General 的這個 General 的 Case 就是 我有一個 Isotropic Media 跟我 N-Isotropic Media 會形成一個介面 那我一道光 入色光 從我的 Isotropic Media 例如空氣或水 或者是玻璃 就是 Isotropic 的材料 從這邊入色一道光進去 經過介面會反射跟穿透 好 可是呢 我反射光那我就 OK 喔 反射光都是在 Isotropic 戒指裡面去走 所以這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重點是你在穿透的這個光 或折射的光 因為它是在一個 在一個 Isotropic 的戒指裡面 然後假設我的光走的方向 我亂畫一個 那在光在裡面前進的話 它可能會 Split 成兩道 兩道光 那我們現在來找這兩道光 它到的性質會怎麼樣 所以這是 Optical Access 越來越複雜了 然後之後如果 再有另外一個介面 再多個介面 這你要怎麼樣處理喔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 我們是一步一步疊上來的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它的問題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剛剛前面的那幾本功你要會喔 不然我們現在講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已經完全沒法 Follow 然後這邊就開始放棄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把一些 General 的準則 我們把它一個一個把它寫下來 然後之後來做個立體來做做看 好 這邊有些準則喔 我們要先寫下來喔 好 今天可能講不到立體 下次來講個細體來看看 好 不要忘記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是 所謂從一個 Isotropic Media 到 An Isotropic Media 介面的傳播行為是什麼 好 那如果現在是多個介面 那你就可以用之前的那個一些方式 稍微去處理它 但是很多東西都要 Modify 成 An Isotropic Medium 的一些 一些這個情形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回到我們這學期的一剛開始 那個的介面問題 好 不過現在是 An Isotropic 的 Medium 好 那這邊有幾個的原則要處理一下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有一個入色光 有一個反射光 有一個折射光 或者是穿透的光 那光軸的方向 好 決定了 那我們知道有的入色光 不管是怎樣 Polite 性 Staten 你總是可以分解成 Te 或 Te 的線性組合 這是一開學或你電子學裡面 常常在講的 好 那我現在可以分解成 Te 或 Te 的線性組合 我不管是什麼 反正我總是可以分解成這兩個 所以就畫看 Te 或 Te 的線性組合 好 Te 跟 Te 反正就是跟你的這個 入色光的 K 的方向 一個是就是平 平行 平行或者是垂直的 或是說垂直入色面或者是 平行入色面的 case 好 那我說我們的第一個提點就是說 如果你的入色光 你已經可以分解成 Te 跟 Te 的線性組合 它是兩個 Te 或 Te 的 Linearly Polarized 的光 那折尼會反射或者是穿透的時候 它會維持 Same Polarization State 好 因為原因是說你反射不要講 因為反射都是在同一個界子裡面 所以這 OK T 跟 Te 維持原來的 這是 OK 可是在這個裡面的話 為什麼它還是維持原來的 因為 Te 跟 Te 剛好在這裡面會對應到一個是 O-Wave 或者是 E-Wave 的 Polarization State 或者是你說它的 Eigen Polarization State 好 所以說它在裡面傳播的話 Polarization State 不會改 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稍微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說 如果在處理界面問題的時候 當你是 Te Polarized 的光 你就要知道說 它進來裡面會變成 E-Wave 還是 O-Wave 好 E-Wave 跟 O-Wave 就會取決在你要滿足的 那個 Dispersion Relation 或者處理的 Case 你是屬於 E-Wave 的 Case 還是 O-Wave 的 Case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 Te 跟 Te 維持原來的到底 在這裡面 你要稍微去轉換一下 它的定義到底是 E-Wave 還是 O-Wave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要稍微注意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講我的反射光 Reflected Reflected Wave 這反射光 它一定要滿足 Maxwell Equation 跟我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好 那你說老師 這個反射光不是都在 isotropic 戒指裡面嗎 好像就跟之前一樣 這沒錯跟之前一樣 不過這邊就再稍微提醒一下 你的入射光的 K Wave Vector 它有 X 方向上的分量 Z 方向上的分量 在我的畫的這個 Case 裡面 我是在 X 跟 Z 的平面上面去畫 i 就代表是入射的 就是入射的 Incident 然後它的反射的話 因為它滿足 muscle Equation 所以不要忘記了 它在 X 方向上應該都要一樣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寫 K i x 好 這是跟之前 期中考之前的東西來的 好 那你的 K 你的這個 Z 方向上的分量 一定跟它是反向 所以你雖然這邊是反射 可是你全部可以用你的入射的這個 這個 Wave Vector 去做表示 好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已經是 common sense 了 然後你不要忘記 你的 K i x 跟 K i z 好 就 X 方向上的分量 跟 Z 方向上的分量 一定可以寫成什麼 你的 在你的這個戒指裡面的 K 好 就是你的 真空中的 K 乘上你的 的折射率 然後乘上它的 sin c 跟 cos c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在 在第一個戒指裡面的一些行為 其實你稍微都可以 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 K 它是怎麼表示 這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我現在來看我的 這個 Reflective Wave 就是我的折射的這個光 折射的光 折射的光一樣 它要滿足 muscle equation 跟 dispersion relation 在我的 anisotropic medium 裡面 好 這是幾個你要知道的那個 一定要遵守的原則 好 那 在這 Reflective Wave 裡面 又分兩種 Wave 一個是 O Wave 一個是 E Wave 那你的 O Wave 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可以怎麼寫 之前寫過了 你的 O Wave 也可以把它寫下來 然後你的這 O Wave 跟 E Wave 一定要滿足 muscle equation 跟我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好 那我這邊是寫一個 general rule 就是這個 K 就是 跟光軸垂直的那個 K 跟光軸平行的那個 K 就是我用 general rule 把它寫下來 好 然後這邊不要忘記了 你的 O Wave 跟 E Wave 它還有 displacement 它有那個 Polarization 的那個問題在裡面 所以不要忘記 你還要同時間判別 T1跟 Tn 在我的介質裡面 到底是屬於 O Wave 還是 E Wave 好 所以你在那個處理 整個的那種介面的問題 在 anisotropic medium 它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有些原則守著 其實它不會 它沒有那麼難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的 O Wave 它的 那個 Polarization State 它基本上你要跟你的光軸要垂直 跟你晶體光軸要垂直 跟你的 K 的方向也要 就是你的 K 也要垂直 好 那你的 E Wave 基本上跟你的 O Wave 的 displacement 那個 vector 要垂直 好 然後標光型的 E Wave 也要跟你的 K 垂直 所以這邊是這個的 note 是讓你判別 那個 Polarization 的那個方向 好 在這邊 好 這樣子 OK 嗎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好 O Wave 這邊比較複雜一點點 O Wave 有可能是 T1 或 Tn 喔 不知道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的話 我們來看 O Wave 喔 好 如果是 For O Wave 的情況 因為我們知道 O Wave 在你的晶體裡面 它就如同在 Isotropic 戒指裡面 所以如果你遇到 O Wave 的狀況 就 O Wave 的狀況 你可以把你的第二個 Median 好 就是我在晶體裡面傳播的 Median 反正就把它當作是 Isotropic 戒指裡面去傳播就好 只是它的折射率是一個 Unordinary Reflective Index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舉個例子就是 為什麼這邊寫說 T1 或 Tn 因為就看你 T1 或 Tn 哪一個是 O Wave 只要它是 O Wave 你就是滿足它在裡面傳播 就如同在 Isotropic 戒指裡面去傳播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如果我的入射的戒指是 N1 好 然後呢我現在是要找 O Wave 所以我 N1 我不寫 我就寫 N0 這邊也是一樣 那我的入射光是 入射光有一個 Wave Vector 是 Ki 它可能入射光 Polition State 有 T1 跟 Tn 我不管它是什麼 總是可以分解成這兩個的線型組合 那我們現在來判斷 T1 跟 Tn 誰是 O Wave 誰是 O Wave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知道 O Wave 你的 Polition State 一定要跟 K 跟 C 它坐落的那個平面要怎樣 要垂直 所以我就知道在這邊 T1 其實就是我的 O Wave 好 可以嗎 好 然後可是在這個 case 裡面你就會發現 K 跟 C 就是 K 就是你的在這個晶體裡面的這個 O Wave 那個傳播的那個 K 跟你的這個晶體的光軸 它構成那個面它要去跟它垂直 所以在這裡面你看起來就是 Tn Tn 它才是 好 所以是 Tn 在這邊才是 O Wave 這樣子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是稍微簡單的判斷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在不同的 case 裡面 你有可能 T1 不見得 T1 或是 O Wave 或 Tn 是 O Wave 它都有可能 好 所以說呢 所以說以這個 case 來說 如果你是 T1 Polarized 的光 它在你這裡面傳播如同 O Wave 所以它在這裡面傳播的性質 就從第一個介石是 N1 傳到第二個介石是 N0 然後所有的處理方法跟以前一模一樣 只是從一個 Isotropic 的介石 到另外一個 Isotropic 介石的介面傳播的行為 可以嗎 好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的 case 就是 判斷之後就發現 Tn Tn Polarized 光 在這裡面是 O Wave 好 所以說 Tn 在這樣的介石傳播 就等於從 N1 的介石到 N0 的介石 然後從一個 Isotropic Medium 到另外一個 Isotropic Medium 傳播的性質就跟之前一模一樣 好 這邊是你需要知道的齁 那我們現在來講 那如果是 E Wave 呢 最後一點我還可以講 然後下次就 那個立體要下次了 好 一樣的 E Wave 它有可能是 T1 或 Tn 對 了 不見的是哪一個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只有一個簡單的提點 沒了 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這邊沒辦法再多做說明要寫立體了 所以就 For E Wave 來說的話呢 你就要注意 它有可能是 T 或 Tn Polarization 都有可能是 E Wave 就要 Depends on 你的 K 跟你的晶體的那個方向 所以說呢 好 所以你說你可以先判別 到底 T1 或 Tn 哪一個是 E Wave 然後判斷完了之後呢 就記得 你要把 Dispersion Relation 找出來 但是它跟你的光軸的方向 經典光軸的方向有關係 好 所以寫法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在第二步 就是把你的 Dispersion Relation 把它找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 那個下次會再做習題來看 好 要怎麼樣分別來處理 E Wave 因為 E Wave 的 Case 比較複雜一點 沒有辦法寫簡單的如果來講 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然後我們剩下的就是下次再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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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口 conserve 骨子 有 真 還